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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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 請翻開25頁 我們在兩個星期之前 那麼開始進入到政治理論 第二章的討論 那麼在上上週呢 我們開始探討所謂的古典政治理論 首先所介紹的是契約論 那麼在上次上課呢 對於契約論的話 我想再稍微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回顧 那麼我們首先介紹的是霍布斯 他的自然狀態的假設 那麼在自然狀態之下 霍布斯認為呢 那是一個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一種世界 那麼雖然每個人可以追求 他自己想要追求的東西 但是因為沒有任何的法律規範 所以其實大家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因為唯恐有其他的人 會來侵犯你的財產 會侵犯你的身體 所以也因為如此 大家必須要放棄部分的一些自由權力 成立一個政府或者是國家 把一些權力呢給這個國王 由他來制定一些這個法律規範 讓大家共同遵守 讓大家都能夠過得比較好的生活 而不必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所以也因為如此 我們必須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君主 要有絕對的一個效忠 或者是這個服從的這樣子的一種義務 那麼這是霍布斯的 所謂的這個契約論的一些觀點 而這樣子的一種 所謂自然狀態的假設 後來呢也為洛克所接受 但是洛克呢 他跟霍布斯的差異是 他雖然也認為 人有建立這樣契約的必要 但是呢在自然狀態之下 大家不是生活的 像霍布斯所形容那麼恐怖 基本上還算OK 那只是說他認為說 在自然狀態之下 因為大家都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形式 大家都追求自己想要生活 所以呢沒有任何人的財產 能夠得到確保 這種所謂契約的履行啊 等等這些東西 是沒有辦法存在的 所以因為如此 我們要履行契約 我們要提供一個良好的一種制度 讓大家都能夠遵從 那麼所以說有必要 要成立一個國家 所以呢國家也是在這種 所謂大家的這種契約 之下而成立的這樣的一種必要性 那麼這是所謂的 霍布斯跟洛克的一些觀點 當然後來呢我們也用 比較現代的理論 像是用賽局理論的這個 囚徒困境的模型來說明 人跟人之間 如果每個人 他的所謂的不合作 或者是這個背叛 是一種優勢策略的話 那麼要大家團結合作是滿困難的 即使大家都知道團結合作的結果 比大家都不團結要來得好 可是要達到那樣的結果 是滿困難的 那麼因為大家都不選擇不合作 是一個均衡點 那麼所謂因為如此 所以公權力為什麼需要存在 就是要讓大家從不合作 能夠走向合作 這是上次我們利用 所謂比較現代的囚徒困境的角度 來做另外一種對於所謂的霍布斯 或者是洛克契約論的一種解釋 前兩天 前天的諾貝爾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 又是由這個研究賽局理論的學者 兩位來共同的獲得 他們研究的是所謂的合作賽局 我們上次所介紹的那個 姑且把它稱為叫做那種叫不合作的賽局 所謂Non-co-optive game 那麼以後我們還有機會介紹一些其他的 所謂的賽局理論裡面 一些有趣的一些模型 有助於各位來解釋 或者是了解一些複雜的一些政治現象 那接下來呢 在上次上課最後我們所談到的是第三位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約論的學者 就是盧梭 前兩位契約論的學者 我們所介紹的都是英國人 而盧梭是法國人 那麼當然他所寫的契約論或者稱為民約論 對後來的法國大革命有非常深遠的一些影響 那麼盧梭他也同意所謂的自然狀態這樣子的解釋 但是跟前兩位學者我們所假釋的不一樣的是 盧梭呢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之下 那麼事實上呢 那麼大家都是一種所謂的高貴的野蠻人 那麼所謂的高貴的野蠻人的意思呢 就是指著 那麼雖然貧乏但是 雖然物質上是很貧乏的 但是心靈上是滿高貴的 當然我們上次也說過 他們當時都是對於 當時所發現的美國的印第安人 做一些比較不切實際的一些幻想 像那時候這個美國的印第安人 在這個所謂的西方人到達之前 他們基本上並沒有非常嚴謹的龐大的國家組織 頂多是一些部落 他們生活的是非常困 還是過得原始人一般的生活 就像這些西方的政治學者所想像的那種 所謂自然狀態之下 沒有任何的法律規範啊 這種比較形式的東西 可是那些印第安人似乎呢 彼此之間都充滿了高貴的心靈 尤其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五月花號 那麼剛到美國大陸的時候 後來很多的移民者碰到了冬天的 很多寒冷的氣候 很多的移民者都幾乎要凍死在 當他們他們剛到達的美國大陸上 那麼都還是承蒙印第安人 慷慨的伸出援手救了他們 對不對 那麼所以他們才得以能夠度過那個 這個慢慢的寒冬 在美洲大陸上立足 那麼當然他們因為得到了這個 印第安人的這個救助 這些高貴隱瞞人的救助 他們才得以在美洲大陸安身立命 所以呢他們把當時的 這樣子的日子後來作為紀念 就是每個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 他們稱為叫做Thanksgiving 各位知不知道這個節 這是美國非常獨特的一個節 結果美國有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 那麼叫Thanksgiving 叫做所謂的感恩節 是每一年的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 第四個星期四 那麼感恩節是美國非常獨特的 就是因為當時他們得到一些印第安人的救贖 當然我們有很多人諷刺說 後來他們感恩的方式呢就是把印第安人都撒掉 這想起來滿諷刺的 不過呢美國人的感恩節 基本上那天的話我們也知道感恩節的話 是美國非常非常重要的節日 那一天全家都要團圓 大概從下午開始就要烤火雞 吃火雞大餐 然後呢傳統上要欣賞 美國最重要的一些美式足球的比賽 像美國最歡迎的球隊這個達拉斯 牛軟隊 那天一定會在Thanksgiving的下午出戰某一個隊 那麼像我以前念書的德州大學 Youtil Austin那天一定是打Football 跟我們的百年世仇 德州農工大學進行對抗 一定是Thanksgiving那天 然後全家 我們那個球場大概容納八萬九萬人 塞的滿滿的 全台灣還沒有那麼大的球場 八九萬人的球場 塞的滿滿的看比賽 Thanksgiving在美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節日 當然對很多人而言的話 也更重要的是從Thanksgiving那天開始 就美國進入到中年慶 一直到聖誕節之間 就是美國的誰 shopping的最旺的一段時間 不管這個 這個跟Thanksgiving無關 那麼就是當時所描述的那個 印第安人 就像他們這些西方的政治學者所說的 好像就是這種 所以像盧梭心目中的那種自然狀態不是全然 人性還是滿高貴的 那之所以會產生很多的紛亂在人的社會裡面 主要是因為環境不良 因為社會使然 當然是有點像我們後來所說的 這種所謂後天決定 這是環境 是制度 是社會影響到人的行為 對 是後天的一些影響 所以呢 如同各位看一下25頁 那麼25頁的這個 倒數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那麼所以呢 倒數的 25頁倒數第二段最後 倒數第二段 倒數第五行這邊所說 他們都是一些所謂的高貴的一些 這個野蠻人 而之所以 那麼後來會有一些 彼此之間衝突 紛擾的一些狀況的話 往往都是後天的環境所影響的 那麼腐化人類的是社會的本身 會造成人類逐漸腐化的 是社會 而不是人本身 那麼這是盧梭非常重要的一個論點 那麼也建築於他的這本名著 所謂的明約論的開頭的幾句話 那麼就是 Man is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is in chance 那麼這是盧梭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中文翻譯成叫做 人生而自由 每個人生下來都是自由的 都是充滿了自由的心靈的 但是呢 卻是無處不在枷鎖之中 好就是整個社會到處都是枷鎖 把人綁得死死的 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 好這是盧梭所說的一句 非常非常有名的話 所以後天的一些情況 都是往往這個制度 這個社會有問題 所以呢盧梭他們所思考的就是 如何的來改變這個社會 如何能夠使得社會 能夠尋求公益 尋求大家都能夠追求的一些目標的建立等等 好請各位看到25頁最後一段 去描述這樣子的一種 盧梭的基本的一些論點 那麼所以說盧梭進一步認為 人在自然的狀態之下 好是自由的好是高貴的 那麼而之所以會造成了 人後來的一些腐化是社會造成的 但是呢社會是可以被徹底的改進的 而使得人們重新的能夠獲得自由 好那麼所以說他認為呢 我們是可以來改進這個社會的 而導致人能夠重新的獲得他們應有的 一個自由 所以說他認為在盧梭的想像中 一個正義的社會 一個just society 那麼所謂一個正義的社會呢 是怎麼樣呢 它是一種自願性的一種社群 而這種自願性的社群呢 它本身是充滿了自我 有自主意志的 那麼這個社會本身一定有它共同的一些價值 共同的一些目標 它是一種自願性大家都願意 在這個社會裡面形成一種公益 那麼他認為這是存在的 那麼而這樣子的一種所謂的一個社會裡面 由一群自願性的社群所組成的 擁有自身意志的這樣的社會 他們所形成的這種自身意志呢 盧梭把它稱為叫general will 稱為叫做權意志 好叫權意志 那當然我們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譯 有些人翻譯成公共意志 有些人翻譯成公義 叫權意志 那麼這種所謂的general will呢 在盧梭的假設裡面 它認為一個社會是存在的 那麼也就是說呢 每一個社會的一個成員 他們都能夠超越個人 或者說特殊團體的一些利益之上 來追求這個社會共同應該追求的一些價值 所以呢大家可以來怎麼樣 就是超越於個人 或者說小團體的意志之上 來追求一個社會整體的這樣子的一種意志 那麼而真正的這種權意志的達成 在這樣的社會裡面呢 那是社群裡面 人們才可能獲得所謂的尊嚴與自由 那麼所以說他認為我們應該盡量的來 使得這個權意志能夠落實於社會 那麼而建立一個真正有尊嚴 然後每個人能夠自由的追求 自己的一些這個生活的一些這樣子的社會 他認為呢是社會行訴了人們 而不是人們在行訴這個社會 所以基本上他認為說 我們人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事情呢 都是由這個社會所這個造成 那麼如果人是有壞的 人有一些不良的一些行為或態度的話 是社會讓他變成這樣子的 那麼當然這種想法其實到現在我們也是看到 一個小孩子對不對 比如說在這個不良的社會的價值觀之下 不良的社會環境之下使得小孩子長大了 變成非常常常會犯罪啊等等 是社會造成的 那麼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那麼良好的一個社會 它會讓人他的行為的偏差呢 能夠加以改善而強迫人自由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 那麼各位看到25頁的倒數第二行 Force man to be free 他能夠怎麼樣 就是在一個良好的社會之下的話 那麼每一個人都能夠 就變成是強迫人獲得這個自由 當然這樣子這種觀點這種所謂權益制 然後我們要改善社會 只有改善社會之下 那麼所有的人才能夠真正的追求到他的尊嚴跟自由 那麼你不想接受自由都不行 強迫你非有自由的生活不可 當然這樣子的一種思想 也有部分的學者認為 如說其實這樣子的這種權益制的這種想法 那麼很多人從他的一種論述裡面 也看到了後來的所謂的極權主義的一些影子 或是後來的一些極權主義的發展 請各位翻到26頁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當然這邊可以從很多不同的思考來探討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有權益制 當然這是一個哲學層次的問題 滿抽象的一個概念 一個社會是不是真的有所謂的general will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想法 當然對於後來的法國大革命有影響 甚至對於後來的19到20世紀的許多政治思想家 造成影響是非常的這個深遠的 那麼當然很多人也會認為說 後來從20世紀之後的一些獨裁者的興起 那麼這些每一個獨裁者他們都宣稱 他們就代表了這個社會的權益制 對不對 他的一些想法他要改造的社會 他所想建立的烏托邦就是為大家所共同想要追求的 對不對 我對你那麼好你為什麼不接受呢 你非接受不可對不對 比如說從納粹到共產 那麼他們都認為他們所建構的社會 才是人類真正應該追求的社會 他們知道人的權益制是什麼 當然所以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樣子其實對於後來的所謂獨裁者 那麼也會有一些所謂的意識形態上的一種 這個基礎的建立 那麼當然也後來也會成為很多獨裁者 他們一方面宣稱他們知道所謂的權益制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要打倒他們思想上的敵人 凡是你跟我作對的都是怎麼樣 都是這個社會的這個 這個不同聲音的人的話 都是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他是對抗整個社會的集體意識 那麼這樣子的人是應該被消滅 當然這樣的做法的話成為我們所說的 很多人認為說是後來的 許多的一些無論是極左或極右的獨裁 政體興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這個理論的基礎 那麼當然克本這邊在26月這邊最後也提到了 當然這個作者是美國人他自己認為說 哎呀好在大多數美國的這個所謂的制限先賢 這邊所提到的這個founding father第二段 美國的制限先賢就是當時18世紀的 美國的在寫憲法的這群人 他們並沒有受到太多盧梭的思想的影響 這些先賢們主要受到的是孟德斯基歐洛克 這種強調分權的這些學者的影響 而沒有受到太多的盧梭的思想的影響 所以他們才能夠後來寫出了美國的這個憲法 那麼來強調政府的權利 強調所謂的立憲主義 強調要保護這個人民的權利的 這樣子的一種這種這種想法 那麼這是一些法國跟美國在早期的政治哲學 一些最大不一樣的一些地方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那麼也有學者認為 比如說從美國1787年制定的那一部憲法 未嘗不是一個所謂的契約 它就是一種所謂的一個契約 憲法就是將國家最重要的一些點章制度 人民的基本的權利義務寫在一部法典裡面 大家共同遵守 哪些權利政府是要保障人民的 哪些政府是可以做的 所以很多人說 那麼憲法不就是一個活脫脫的 契約論者所謂的那個契約嗎 所以從這種角度而言的話 其實那麼政治思想本身 各位看到二十六月第二段最後一行 所以不要說這個 political theory have no influence 不要說政治理論是沒有影響的 其實契約論對後來立憲主義 對憲法的制定等等 本身就提供了非常強而有力的一個 這個理論基礎 那麼我們再說到這邊再回來補充一下 好 關於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種general will 這種權益制的這種觀點 其實我們說過呢 一個社會是不是存在著這種公義 是不是可能存在一個 讓大家共同都願意遵守 或追求的一種所謂集體意識的存在 其實當然這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問題 其實你不覺得像包含像我們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也有這樣的一種思想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一直到今天 我們還一天到晚在強調 動輒在強調什麼 我們要凝聚共識 各位我們覺得這句話蠻熟的 我們要這個凝聚共識 我們要追求尋求共識 我們要團結合作 也就是說大家都好像似乎 這個共識可能是存在的 可是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比較多元主義的角度而言的話 一個社會對很多議題 真的能夠有共識嗎 可是我們一天到晚就被催眠說 我們要尋求共識 好像似乎這個共識是應該存在的 如果我們不能夠達到共識 好像有很大的罪惡 我們是破壞團結的人 可是事實上的話我們都了解 要凝聚共識 要尋求共識 似乎也有這種所謂的權益式的這種假設 假設共識是有可能存在的 但是這個問題當然值得 我們政治系的學生來仔細思考 那麼很多的一些 尤其是政治的一些事物的話 所謂的共識 往往是很難達到的 並且往往喊出我們要尋求共識 要所謂的團結合作的人 都是希望你來跟他合作 而不是他跟你合作 你來跟我團結 你來跟我合作 你來放棄你的想法 跟我一樣 這個叫共識 可是這種共識 就是往往背後所代表的 可能也是蠻無一權的一種思想在裡面 當然這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一個角度 事實上在盧梭的當時 我們說在18世紀的時候 那麼這個除了盧梭之外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學者 會有提出不同的一些觀點 我在這邊也提供各位另外一個學者的 一個思考的角度 那麼這個人叫做康多瑟 那麼這個paradox of voting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跟各位稍微介紹過 你們還記得嗎 應該是有嘛 對不對 那麼他大概是比如說 稍微晚一點點 但是大約是同時代的人 比如說稍微小一點年紀 他也是法國人 那麼當然他跟他太太兩個人 是後來被認為是法國非常重要的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促成 也很重要的一些影響 因為他們大量翻譯 當時美國至先先寫的一些論述 翻譯成法文 那麼對於法國大革命 其實也蠻重要的一個起敵的作用 那麼他也是被認為是怎麼樣 第一個利用數學來研究政治的人 所以他本身是個數學家 是一個哲學家 是一個翻譯家 是一個政治家 是一個革命家 好多家 那麼這個康多瑟呢 他是首先第一個提出來所謂的 paradox of voting 這個非常重要的對於後來的所謂的集體選擇理論 好現在蠻流行的所謂的這種理性選擇理論 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說過他是第一個 利用數學的方式來研究政治 當然他具有代表性的當時所提出來就是這個 所謂的投票的矛盾 那麼如同我們 各位還記得我們以前說過這個嗎 對不對 就是說對一個社會而言 這是可能存在的嘛 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 對三個選項認為 x比y好 y比z好 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認為 y比z好 z比x好 還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z比x好 那麼x比y好 那麼這樣的情況 對一個所謂的一個 我們充分尊重每一個人有自由的選擇權的社會 這種情況當然是可能存在的 可是往往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形成一個所謂的循環式的民意 我們所說的cyclic majority 所謂的循環式的多數 對不對 那麼多數人認為x比y好 同時多數人認為y比z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這種循環式的多數 那麼如同我們上次最後面所談到的 在一個理性的個人之下 他所可能建構的是一個非理性的社會 即使每一個個人都理性的 可是他所形成的社會一個團體 可能是沒有辦法做出理性的選擇 因為他們是一個循環的多數 而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反駁 如說所謂的權意識的話 請問在這種情況下權意識為何 什麼樣代表權意識 哪一個選擇 x還是y還是z 他的當選 或是說這國會的一個議案 他的通過代表的是所謂的general will 你用各種一種所謂多數決的方式決定的話 他也很可能不見得是 是如說所宣稱的general will的一種存在 當然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是更值得我們來從不同的角度來做一些這個思考 當然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有可能 當然以後各位有機會接觸到的話 比如說在立法過程裡面 就會有所謂agenda setting 所謂議程設定的一種影響力 在議程設定之下 他可以來決定誰當選 或他可以來決定哪個法案的這個出現 而這種情況之下的話當然 他的出現未必是代表所謂的general will 而只是在一個所謂議程操控之下的一種結果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如果說一個偏好 假設一個委員會裡面三個議案 現在這個國民黨黨團提出的是X 行政院送來的是X的這個案子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黨團提出的Y修正案 這個民進黨黨團提出的Z修正案等等 那在議會的表決 議會的表決的話當然 比如說像美國的話 他的國會委員委員會的主席 有非常重要的議程決定的一個所謂的這個能力 我們叫agenda setting 叫做agenda setting或agenda control 議程設定或議程控制的手段 那麼也就是說如果說一個委員會裡面討論一些不同的案子 當然委員會或者說國會的表決一定是兩兩對決 他不可能三個案子XYZ一起來表決 一定是原題案是什麼 如果各位修過議事規則的話 然後第一修正案現在跟他表決對不對 如果通過了第一修正案的話 那麼第一修正案可能就要跟原題案表決等等 如果第二修正案的話 如果你第二修正案通過代表取代第一修正案 他每次的表決一定是兩兩的對決 那麼如果我們以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如果說他的循 他是一種循環式的多數XYZ 如果委員會的主席非常清楚的不同的委員的立場 是這樣子的排列 比如說他可以將議程這樣設定 如果那麼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他是比較鍾愛Z 他可以設定X跟Y進行先表決 如果X跟Y先表決的話你覺得誰會贏 X會獲勝 然後X碰到Z的話誰會贏 Z會獲勝 對不對 他最希望看到的Z 因此在這個議程設定之下就贏了 那如果說議程設定是這樣子的話 那誰會贏 X碰到Z誰會獲勝 Z碰到Y呢 Y會獲勝 你在不同的議程設定之下 就會產生不同的獲勝者 當然我們有辦法讓X能夠獲勝 在另外一種議程設定之下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發現 決定的不只是這一群投票者 同時也是議程的設定者 甚至議程本身 所以呢往往很多的集體選擇集體偏好 是可以被操控的 是可以被操控的 而這種情況之下 那到底什麼叫代表權意志 當然這是後來的一些學者 對於當時的一些哲學思考的一些反思啦 當然這方面討論是非常非常複雜 可是這是政治選領你們所說的 社會選擇理論 我們可能下一次上課還會介紹部分的一些內容 理性選擇角度等等來思考這些問題 那麼當然這些問題的話都會讓我們重新思考 一個社會你所謂的凝聚共識 你所謂的團結合作 你所謂的權意識的達成 在到底在一個今天的多元社會裡面 它是不是可能達到的 而我們一味的追求所謂的權意識 或所謂的共識的話 它有沒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負面的一些意涵 當然這是我想我們學政治人 必須進一步思考的一個問題 當然這樣子的一種說法 當然是假設就是一種比較多元社會的一個假設了 那麼當然我想這是可以供各位思考的一種角度 好這是關於所謂的契約論 我們從這個霍布斯到洛克到盧梭 他們各自不同的一些觀點 他們各自的不同的對於所謂的自然狀態的一些假設 甚至對於人性做出不同的假設 當然也導引出他們對於一個存在的國家社會應有的功能 會得出一些不同的結論 但是他們都被我們認為是一個所謂契約論的學者 而這個切論對於解釋國家為何存在這樣一個政治學上非常重要的議題 他們提供了許多我們可以思考的一些角度 好這是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古典理論 那第二個要探討的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 各位看到26頁我們稱為叫馬克思理論 我們這邊所介紹的古典政治理論 當然主要是指的二次大戰之前的 二次大戰之前的一些理論 從2300年前的亞里斯多德、柏拉圖 到後來的這個馬基維里這個契約論的一些學者等等 這都是被稱為古典政治理論遠遠留長的 這個當然是西方的政治學理論一路這樣下來的 當然對於後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影響的 被稱為古典的政治學理論的就是19世紀的馬克思理論 那當然主要倡導的人就是馬克思 當時所揚給的參與古典矩繁核 我可以解釋一下 馬克思基本上他就是19世紀的人 他出生於1818年然後在1883年過世 那麼當然他最著名的代表作 我們就列出兩個 一個是他1848年跟恩格斯共同發表的 叫做共產黨宣言 那麼這是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共同發表的 共產黨宣言 這是號召全世界的這個無產階級 這個起來吧 要推翻共產主義這個 對不起 推翻資本主義社會 那麼這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 我們等一下還會介紹 當然另外一個也就是他在他晚年1867年 所寫的稱為叫做資本論 資本論 那麼他的德文叫做capital 這個你看到名詞的話就是一樣 英文就叫capital就是屬於資本論 那麼當然資本論現在如果各位看到的話 不只是馬克思的寫的那一本 目前的資本論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三大冊或是四大冊 那麼他自己寫的 馬克思自己寫的是1867年這一本資本論 這是他自己出版的 那後來他死了之後呢 他的好兄弟恩格斯 那麼把他的一些各種手稿 把他整理起來 再發行了第二本跟第三本 分別是在這個1885年跟1894年 這是巨著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1867年是馬克思自己發表的 那麼1885跟1894是恩格斯 把他的一些手稿文稿整理起來 繼續再發表他死了以後 這個85年跟94年發表的 第二大冊跟第三大冊的資本論 後來呢這個另外一位這個學者 叫考斯基·卡卡斯基 那麼考斯基也是德國人 那麼他在1905年到1910年 陸續把他的其他的手稿 據說整理起來發表的是第四大冊 所以一般來說 現在來說 所謂資本論往往有四大冊 那有些人不承認第四冊 認為有三大冊等等 無論如何 但是馬克思真正自己寫的是第一大冊 是他自己發表的 那麼考斯基的話 那麼這是對於資本論的一個簡單的說明 當然我們現在整個的就把所謂馬克思主義 包含了他寫了很多東西 那麼在共產黨宣言 在資本論裡一些主要的論點 把它整理起來 跟大家做一些這個簡單的介紹 好 我們現在回到26頁的這個課本 那麼另外一個 這個所謂古典政治理論 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者就是馬克思 當然我們可以發現 所以其實古典的政治理論 無論從企業論到馬克思 都是非常大的大的理論 像企業論主要是解釋國家的形成 馬克思主要是講這個解釋這個歷史的演變 為什麼必須要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社會 要從資本主義社會要走向所謂的社會主義等等 都是一種非常大的宏觀的這種理論 好 這是過去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這個政治理論 一個重要的傳統 那當然很多人批評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了 二次大戰之後 進入到所謂的當代政治學理論的話 都是搞一些小東西 好 那麼比如說行為主義啊 都是研究什麼人的個人的行為啊等等等等 好像整個國家社會 整個歷史的這個脈絡都不見 這是都著重一些小東西的研究 好 這是當代跟所謂的古典的最大的一個差異性 當然現在很多學者一開始重新思考 我們要重新的找回國家 還是要放在比較宏觀的 政治學的一個本業比較大的 這種所謂的聚觀的理論的一些建構等等 好 這是在政治學裡面很有趣的一種發展的過程 那麼馬克思呢 他是19世紀的猶太一的 他本身也是猶太人 猶太一的德國人 但是呢他長期是住在英國的倫敦 我們也知道他的資本論 其實也是在英國所完成的 所觀察當時一個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 英國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好 那麼研發出他對於所謂的資本主義的一些探討 那麼 所以他是一個德國人 但是這是猶太一的 他早期 因為他是德國人 他早期也是受到黑格爾哲學的一些訓練 那麼 而他的整個他的這個巨著 事實上是由三個基本的部分所構成的 他是三套理論 綜合成他的一個所謂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那第一個呢 好 我們看他課本這邊所說的 theory of economics 一個關於經濟的理論 另外也是關於他對於所謂的社會階級的理論 另外也是關於他歷史演變的一個理論 所以他是從三個角度來看 一個呢 當然對他當時的社會人 都是非常創新的概念 他如何來解釋所謂資本主義的 就是他的經濟理論嘛 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形成的必然性 然後他發展的必然性 以及走向毀滅的必然性 這是他對於整個經濟學的一種 這個解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對於 他提出很重要的一種分析架構 就是從階級 好 從階級的角度來詮釋這個社會 當然最基本的階級就是所謂的這個資本家 跟無產階級的對抗 對不對 那麼而第三個就是他解釋整個歷史的演變 這個歷史的演變過程 我們所謂的經濟唯物論 這個所謂的從經濟學的經濟決定論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待整個歷史的演變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像他雖然受到黑格爾哲學的影響 可是基本上黑格爾他來詮釋整個歷史的變遷 黑格爾是個非常抽象的一個概念 其實黑格爾哲學非常難懂 他所提出來的一種這個 各位看這個黑體字 叫做這個 我還不太會唸了 這個Zedgast叫做所謂的時代精神 這個the spirit of the times 黑格爾是從那種所謂時代精神的角度 來解釋歷史的變遷 黑格爾認為在不同的時代 會有不同的一種時代的精神 而整個大時代的這種精神 是促進了推動了整個歷史前進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黑格爾呢 好 各位看一下 不妨看26頁的左上角 這個小的這個關鍵字的說明 這是一個德文 就是所謂the spirit of the time 在黑格爾理論裡面 不同的時代 他有一個非常 這個就是說不同的一種所謂的這種精神 而這個精神是怎麼樣 是推促著整個歷史向前走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當然這個東西無以明知 我們稱為叫時代精神 這個絕對這個東西 可是馬克思卻不認為是如此 他認為推動整個歷史變遷的 主要是要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經濟結構 不同的經濟結構之下 你從封建主義時代那種經濟結構 到後來的公章業興起之後 走入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 那麼這才是促成了整個歷史變遷 從馬克思的角度認為 最重要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動力 這是一種不同的一種思考 那接下來我們就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他三大這個不同的理論 所綜合構成的所謂的 他對於整個的政治的一種觀點 那麼第一個就是有關於經濟的理論 各位看到26頁倒數第三端 基本上馬克思他對於經濟的觀點 分析的重點是置於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叫做surprise value 這叫什麼 叫做剩餘價值 我想這個各位應該在高中課本 部分的課本應該有談到 叫做surprise value 叫做剩餘價值 而這個剩餘價值 當然在今天的經濟學裡面 我們稱為叫profit 叫利潤 叫利潤 那麼但是馬克思認為 這個剩餘價值 就是說我們所生產的東西 工人所生產的東西 他所賣出去所得的利潤呢 工人只能夠得到 他所生產產品部分的一些價值 而其他的你所生產產品的 工人事實上他們真正勞力的付出者 可是他們這個產品的真正賣出去的價值 工人只能得到部分的利潤 而大部分的利潤呢是由資本家所拿去的 而這個被資本家所拿去的呢 我們稱為 好稱為叫做所謂的這個剩餘價值 換言之呢資本家掠奪了幾乎所有的 好我們所說的這個產品 製造產品出來的一個價值 而真正勞動階級 普羅階級 他所能夠得到的只是非常少 甚至呢他們所生產的 這些普羅階級所生產的 許許多多這些產品 他們自己都沒有能力購買 自己都沒有能力購買 而大部分的利潤 或者說剩餘價值 都進入到了資本家的口袋 那麼這是馬克思他分析經濟 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 當然這個東西呢 也是他對於資本主義 一個非常這個重大的批判 當然如同課本這邊所寫的非常簡單 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種 經濟制度運作之下 往往呢許多的產品 它會有所謂的overproduction 好 各位看到這一段的 那麼這個倒數第三行這邊 所謂的overproduction 所謂的供過於求的這樣子的傾向 那麼會有所謂的供過於求的現象 而這種供過於求的現象呢 會逐漸的導致所謂的depression 會導致所謂的經濟的不景氣 或經濟的一個蕭條 而這種經濟不景氣 經濟蕭條的這種循環 會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下一再的發生 而勞動階級就會一再的被剝削 而最後終於會促成整個的經濟體系的崩潰 好 這是馬克思他對於所謂的資本主義的 經濟制度的一個基本的分析的一個這個架構 但是這邊我個人在這邊呢 要對於這個這樣的一個經濟理論 做一些的補充來提供同學們更多的一些資訊 關於所謂的馬克思他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運作的那麼一些重要的一些觀點 我把這個部分的英文寫在黑板上 然後進一步來做更多的說明 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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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